6月20日,京广高铁京武段实现常态化暗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,北京至武汉最短运行时间压缩至3小时48分。 20日清晨,记者从武汉站出发,乘坐复兴号智能动车组机66次列车前往郑州东站。 以350公里时速运行的列车相当平稳,透过宽敞明亮的车窗,窗外景色一闪而过。 抵达郑州东站时为上午9时13分,全程仅用时1小时33分。 因为我经常在这位线上跑,从最早的十几个小时到现在后来9个小时, 然后再后来是5多小时,6多小时,4个多小时,现在已经到4个小时以内,应该讲是一个越来越好。 其实坐高铁的,就是因为可以办公啊,然后还有数据程度啊,其实是高于飞机的, 但是就是因为飞机的时间比较短,但现在这个时速就提高了之后, 其实就可能,我觉得很多就出差的人啊,可能就会慢慢都会选择高铁,对。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运输部副主任一新介绍说, 作为中部高铁网的主动卖,京广高铁衔接了石泰、石几、徐兰、郑渝、郑泰、郑富、 护隆、汉石等12条高铁线路。 随着京广高铁金武段实现常态化按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, 铁路部门将开行经由京广高铁金武段高品质标杆列车57列, 覆盖16个省区市,金武段同步开行智能复兴号动车组, 推出静音车厢、新型票制等新服务。 它的常态化350公里高标运营将进一步拉近城市时空距离, 助推地方区域经济取得良好社会效应。 金武段高标运营与铁路第三季度运营图于今日同步实施, 也将进一步优化中部高铁的运行图。 新广高铁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纵向主通道之一, 线路全长2298公里,纵贯北京、河北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广东六省市。 不仅是中国客运量最大运输作为繁忙的高速铁路线路, 也是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。 截至目前,中国已有金户高铁、金金城际、金张高铁、 成鱼高铁、金广高铁、金武段率先建成安全标准示范线, 并成功实现常态化按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, 总里程达到近3200公里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